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旅游收入只有大约88.5亿美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减少了23.6% 而以中国游客为主要客户的韩国免税店更是损失惨重 在10月31号当中 中韩两国同时公布双边关系沟通的结果之后 韩国旅游业和零售业业内人士 就对重启中韩交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有消息称韩国多家旅行社正在重新规划 针对中国游客的旅行线路 争取在文在寅12月份访华之际推出 韩国乐天集团也在和中国的旅行社和旅行网站进行合作 推出新的旅游产品 韩国政府甚至在11月3号出台了入境游市场提振方案 将减免中国随团游客电子签证手续费的优惠政策 延长到明年年底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韩国要想从中国游客得到更多的游客的数量 要恢复到萨德部署之前的水平的话 那是很困难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过未来的情况应该可以说是会逐渐好转的 好 简单点评一下 因为中韩关系现在确实是在非常迅速的升温 那么今后几天韩国的外长要访问北京 应该可以说是为文在寅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 做一些先前的准备的工作 当然这也会带动其他行业各个方面的交流 包括旅游业 当然包括其他的贸易方面都会有逐渐的好转 但是说如果要很快的迅速的回到 当时最好的状态之下确实也不是现实的 因为像旅游社旅行这个事情的话 应该有长时间的规划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暂时是在恢复 长期来讲应该会逐渐的恢复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闻是在缅甸第13届 亚欧外长会议20号起一连两天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率团出席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 在会上呼吁亚欧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 应对各种威胁 欧盟则表示昂山素季承诺履行若开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对发展感到鼓舞 亚欧外长会议开幕 51个国家的外长及高级代表首先拍摄大合照 本届会议主题是加强伙伴关系 推动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探讨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这三大支柱上的合作 昂山素季在致辞时表示 全球正面对新的不稳定期 受到非法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 呼吁各国集体应对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则表示 欧亚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国际体系度过混乱的时代 莫盖里尼会前表示 早上羽昂山素季及部分国家外长 就缅甸若开帮罗兴亚难民问题举行了会谈 会议讨论了要尽快落实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撰写的报告 莫盖里尼透露 缅梦双方有机会达成谅解备忘录 安全遣返罗兴亚难民 他对最新发展感到鼓舞 不过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会议主席声明草案 没有直接提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罗兴亚难民问题 反而强调反恐和反极端主义 并强烈谴责朝鲜多次实施核试验并发射导弹 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正在缅甸出席要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在会议期间和包括柬埔寨 新加坡德国在内的多国的外长 举行了双边会谈 看一下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号出席了第13届亚欧外长会议 王毅并与多个亚欧国家外长举行双边会谈 在与新加坡外长举行双边会晤时 他表示 在中国和东盟间的关系中 新加坡确实履行了协调国的作用 并祝货新加坡明年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中国愿意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 相信新加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和外交的艺术 能够当好东盟的轮值主席国 不仅促进东盟共同体的进一步的发展 也能够促进东盟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 当然首先是同中国关系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王毅还说 新方提出的共降一带一律三个平台是非常好的想法 两国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对此进行了确认 中方希望这三个平台都能够不断地向前推进 王毅还说新加坡提出的南向通道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 希望南向通道可以通过孟加拉包括通向缅甸 这样也可以跟中方正在推进的中缅孟印的经济走廊 能够相互的连接 在互联互通方面取得进展 冯先生某缅甸内比都报道 在亚欧外长会议开始的前一天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和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会面 并且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那么会上中方提出了分三阶段解决若该帮问题的方案 并且提议建设人字型的中缅经济走廊 会谈中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对昂山素季的问候 王毅表示中方对缅甸国内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 希望缅甸有关各方秉持冰龙精神开展友好协商 关于若该帮问题 中方建议分三阶段解决 第一是实现停火恢复秩序 第二是缅猛通过友好协商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 第三是加大对若该帮地区摆脱贫困的支持和投入 对此昂山素季表示赞同 缅方愿努力恢复当地的法治与秩序 通过与孟加拉国协商尽快启动遣返工作 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昂山素季表示 缅甸要和平稳定的发展 中国的参与很重要 王毅也强调中方支持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 愿继续发挥好中缅外交国防2加2磋商等机制的作用 就管控缅北局势保持沟通 此外王毅也表示 中方是缅方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为巩固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务实合作 中方愿与缅方共同探讨 建设北起中国云南 请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 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阳光星辰 和脚飘经济特区的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 王毅表示 希望双方专家和有关部门开展科学具体的探讨 特别是要考虑缅方发展的具体需求 力争形成切实可行的合作规划 北方最紧迫的领域开始 缅甸民众最需要的项目启动 逐渐形成互利合作的新局面 冯黄卫视综合报道 缅甸若开邦这个事情 其实持续了有好长时间 涉及到罗兴亚人难民出逃到孟加拉的事情 那么这个本来应该讲是缅甸内部的事情 但是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而且是国际的热点的问题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缅甸受到的压力非常之大 不只是内部有压力 而且在外部的压力也相当大 来自于西方国家的 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 来自于周边国家的 包括像孟加拉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缅甸当局 缅甸政府和它的领导人 应该是非常的感激 怎么来感激呢 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为缅甸政府 扮演了一个保护伞的作用 当外部的压力就是那么大的时候 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场合 都对缅甸政府维护自己本国的稳定 和和平就是这个表示支持 而且其实在很多的方面 其他的支持 包括比如说在这个 孟加拉和缅甸之间 进行外交斡旋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只有中国才能够做得到 缅甸和孟加拉 因为就是罗新亚人的问题 若开邦的问题 其实这个一直在争斗 然后完了以后呢 其实其他的国家都支持孟加拉 同情孟加拉 因为说来自于缅甸的几十万的难民 给孟加拉其实是造成了 很多的一些困难和压力 那么王毅这次趁着周末时间 就是亚欧外长会议开会之前 在周末时间先访问了孟加拉 然后访问了缅甸 那么向双方都提出了中方的一个提议 中方提议就三步走 第一步呢就是结束 若开邦的这个战斗 或者是武力行动 第二个呢就是让这个 孟加拉和缅甸双方 能够签一个基本的一个协议 让那些难民回到若开邦 回到缅甸 第三个当然是发展 若开邦地区的经济 这三个步骤的话 就第一步骤基本上是已经实现了 因为现在呢 已经基本上是停火了 第二步骤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呢 就是中国在缅甸和孟加拉之间 就是在斡旋作用 就至关重要 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有可能很多分歧 但是如果说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和解 使得这个难民能够继续回到 若开邦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当然第三个 可能中国将来的作用是个长期的 若开邦地区非常的贫穷 特别是罗新亚人所居住的地区 也非常的贫穷 但中国在这方面 其实跟缅甸有很多经济上的合作 其实只要把一些项目 把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 能够移到就是比较针对性的 在那个地区开展一些 利用当地的资源 发展一些项目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缅甸政府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减少贫困 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之所以出现难民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 比如说种族之间的争斗的问题 实际上就跟经济发展 有直接的相互的关系 你看缅甸在若鹤邦地区 中国在交漂港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那边 而且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大的项目 那么王毅所提出来的 人次性的发展的这个方案 实际上对缅甸经济 应该可以说是带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假如缅甸能够保持稳定 假如若开邦能够按照目前的思路 能够持续的进展下去的话 我相信这个局面会非常的 就是变化会非常大 那么昂山素季 以及他领导的政府 在国际事务当中 在国际上所受到的压力 基本上就慢慢缓解 好 下面条新闻是在朝鲜 据韩联社报道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20号结束了朝鲜执行回国 中朝双方都表示 希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看一下报道 宋涛一行人的车队 迟往平壤的机场 下车后朝方官员一直陪同 新华社说 宋涛于17号至20号访问朝鲜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 举行会议见会谈 宋涛全面通报了中共十九大的 主要精神和历史性贡献 朝方祝贺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 出院中国人民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取得巨大成就 双方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 朝鲜半岛问题等共同关系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 表示相加强党籍交往和沟通 推动中朝关系向前发展 期间 宋涛还进行了有关三观考察 并赴汇舱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零元祭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现在请看一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下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萍 我们看一看津巴布韦的局势 那么津巴布韦的局势现在依然是不明朗 执政党限令总统穆加贝在当地时间20号中午之前辞职 否则将启动弹劾程序 但是限令时间已经到了 穆加贝没有回应 执政党议员随后将开会讨论弹劾的问题 而在政坛极具影响力的退伍军人领袖 穆次万古瓦批评穆加贝拒不下台 宣称会采取法律的行动 那么将会令军方针对穆加贝的行动合法化 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穆加贝的辞职信已经起草完成 在政坛具影响力的津巴布 为退伍军人组织领袖穆次万古瓦 在20号召开记者会 对穆加贝19号在全国讲话中 任不宣布辞职感到不满 宣称会采取法律行动 向法院指出穆加贝已经失去了执行职务的能力 令军方针对穆加贝的行动合法化 穆次万古瓦更扬言 要发动全国人民上街示威 利用人民力量压迫他下台 而津巴布韦执政党明盟 先令穆加贝加当地时间20号中午前辞职 否则将会启动弹劾程序也已经见晚 但穆加贝也没有回应 执政党明盟19号中午举行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 已经同意免去穆加贝的主席兼第一书记的职务 不过外电引述明盟消息指出 穆加贝原本同意在19号辞职 但明盟不想他在军方将领面前宣布辞职 认为这样看起来就像一场政变 郑洁消息人士20号表示 如果他当时辞职的话情况会非常糟糕 所以他当时的讲话其实是为军队的行为消毒 他当时发表全国讲话时强调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并非对宪法 以及他作为国家元首 以及军队总司令的威胁 他认为各方对他提出的不满可以理解 但大家必须学会宽恕解决矛盾 而在首都哈拉雷20号有大批大学生在校园示威 抗议穆加贝仍然不愿下台 哈拉雷不少市民也关注当前证据 有居民对穆加贝下台仍抱有希望 也有市民指墨加贝年事已高 已经不适合领导国家 丰河卫视综合报道 金八威这个事情好像看上去是有点戏剧性 反正就是你看第一副总统两个星期之前 被穆加贝解职之后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么大的反弹 连穆加贝自己本身的地位都受到 可以说是积极可危了 现在穆加贝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辞职呢 是不是和他自愿辞职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不愿意自愿宣布辞职 今天他已经讲到了 他虽然剥夺了他的执政党的主席 的领导人的这个地位 这个职位没有了 但是呢他作为总统的话 他还会继续的在下个月的 这个执政党的大会上 全国代表大会上来主持会议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使得就比较奇怪 因为他不是党主席 他主持会议的话 那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弹 但是如果穆加贝下台的话 现在就下台的话 是不是这个津巴布韦的政局 社会就稳定就一了百了呢 其实也不见得 其实呢就是在民间 有很多还是同情穆加贝的 当然年轻人对穆加贝 当时所领导的这个 脱离英国殖民地的那个运动 当然不太了解 但是一般的年长者而言的话 他们对穆加贝还是有情感 还是有感情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去 演变到什么地步 会不会发生更加激烈的 更加这个危险的政治动荡 社会动荡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就穆加贝个人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的政治前途 其实已经可以说是走向结束了 就不管他撑到什么时候 我想他可能是在用时间 来换取他的一些机会 也就是说现在拒绝下台 大家看看看看民间的反应 看看军方还有其他什么样的 支持他的反应等等类似的是在 以拖待变 但是呢即便他还能持续很长 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但是估计时间也不是很长 首先就下个月党大会 这就是一个分水里 然后呢明年 明年2018年大选 也是个最终结束他的 或者最终决定他的前途的 一个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就是说能够 拖可能会还会拖一点点时间 但是呢穆加贝的时代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 就是金巴布韦那种历史到现在 就是说37年时间里面 他的执政我估计可能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戏牌 就是说这个他的政局 他跟外界的关系等等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那现在就非洲的一些国家对穆加贝的处境 对金巴布韦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还是应该可以说是表面上还是中立的 应该如果说表面中立的话 就说明他不反对军方 不反对军方对他采取一些行动 不反对他下台 或者对他没有太多的同情 那么这一点的话 对穆加贝来讲应该是非常的不利的 好下面条新闻是在德国 德国总统默克尔当地时间周一凌晨表示 他与少数党派这个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 已经告失败了 默克尔将向总统汇报有关谈判的结果 那么有分析是这意味着德国将重新举行大选 我们看一下报道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神经民众的表示 对谈判未能取得成功感到遗憾 他将向总统汇报情况 现在非常重大选择 哪里 liebe 对我们没有 几潮论谈订的继续 莫克尔也说身为总理 他会竭尽所能采取一切措施 确保在未来艰难的几个星期内 国家管制良好 有分析指出 莫克尔表态向总统汇报 意味着他不打算与绿党合作少数政府 也就意味着德国将需要重新选举 亲商记得自由民主党党主席林德纳 也在谈判破裂后向媒体表示 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就移民环保等方面达成共识 因此他所领导的党认为 宁可不加入政府 也好过以他们不支持的政策错误的管制国家 莫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及盟友 在9月的选举中虽然继续是最大党 不过成绩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差 需要组建联合政府 但各党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谈判限期上周四届满后 各方延长限期至周一凌晨 但始终没有突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的政局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 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因为德国人做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拖得拉拉的 9月份选举结束 这个结果都出来到现在还组成不了内阁 经过好几天的谈判 到最后还是谈崩了 可以说明就是几个党之间的政治立场 包括对国家的前途 特别在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方面就分歧 就没办法调和 这个四个党 四个党呢 其中两个党是都基本上是政治理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基民盟和基社盟 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督教社会联盟 这两个党基本上是姊妹党 所以就是无所谓政治分歧 但关键是个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绿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相当左的 然后呢 就在很多的这个环保理念方面 有他的坚持对能源等等方面有他的坚持 他是不可能随意放松他的一些立场的主张 那个自由民主党呢就是比较轻商 也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是不太愿意这个做出让步的 所以你邀请我参加你的政府的话 那你必须在很多的理念上面 要这个配合他们的主张 不能够违背他们的主张 这是个最首要的 最大的分歧点还是在于这个移民的问题 默克尔其实在过去几年时间 2015到2016年 引进的外国的移民可能确实是太多了 但对社会的影响实在太大 太深刻 所以以至于在9月份的选举的时候 他的政党 其实得票率不高 然后使得这个极右的政党上台 这就是跟他移民政策有关系 也不能说对还是错 反正就是对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极大 那到现在为止他可能只能是自食其国了 现在的结果怎么办 默克尔怎么办 默克尔怎么办呢 就是说有一个几个选择 其实这个选择都不是说非常的舒服 第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一个其中一个小党 就是组成一个少数政府 要么是绿党 要么是自由民主党 那么这样一个政府组成之后 在国库里面的议席非常少 就是没有超过50% 所以默克尔虽然是强势的女人 但是如果说将来以这种小政府来执政的话 很多的政策通不过的 很难执政下去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就是提前大选 提前大选对默克尔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事情 因为提前大选的结果 他的前途实际上是已经是再次陷入了一个 没有办法预料的状态 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经过几个月的这个阻隔不成 那其实德国的选民对默克尔 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怀疑 过去他对他表现非常之好 民意支持力非常之高 但是现在呢 大家可能认为说他执政的能力 可能也就是这样了 可能也不可能再好了 所以如果说要重新举行选举的话 默克尔不见得能够继续担任首相 担任总理 他的党内可能对他的信任度 可能就不再那么大 好这就是德国的这个政治局势的变化 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 最后呢请您浏览一下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